用了我們INBODY 770的人 一分鐘之內就可以知道 隨從指數可以用來判斷發炎狀況 恢復情形 不用胡思亂想 馬上知道你的身體狀況是否是最佳狀態喔 不只如此 我們INBODY 770 還多了網路功能 不需要浪費指張 也不怕資料文件 還能參加身體組成比賽 除了檢測身體之外 而且還很好玩喔 實在是真機顯示 歹變人生 必備武器 哇 那在哪裡才用得到呢 欸 這位美女運氣真好 三板上次剛好有台 這部給我看他 這壹影片在播放的支援 看到這個胸了沒有 你放杯子的胸 就代表 他是今天要教我練胸的教練 小蘿蔔教練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蘿蔔 今天我要带豪哥一起练乏胸 而且在我自己的三店 这家店是我新开的店 刚开没有多久 然后器械也是散心的 然后我需要让豪哥去 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检验一下 我想像你一样胸可以放杯子 放心 现在胸位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就是直接伸两个罩杯 走 现在你们来参观一下 这杯的话是我的线盘 然后这个监制方式 这个粉丝盘的 基本上就超繁荣式 是粉丝盘的 很厉害 对 想说这边都是一些 在大陆地区比较活的一些大人 然后他们上次参加了 我们就要办了活动 我们就要安然自己的收银 那我已经过了 可能有点不可 不可以关注我 直接放出去 都没有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称教练 那我们称教练 叫做Life-Panger 叫命运改变者 我们希望就是 教练交给会员的 其实是叫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些人就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们这边有上海被打的湖岸训练区 然后有350个地方 都在这个湖岸 你去看下这个草皮肤 会在公司那边 出的 外面的视野跟空气 完全不一样 很难走 对啊你看它 还给你去看传 这个是 这个是苏州河 然后我们所有的设备 我们这个监制房的品牌 会非常多 比如这个HOLF的 点准的设备 然后这个是Foodie Puder 这是单台气息 是最贵的 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 平衡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边是力量渲染区 然后我们最小的是5磅 然后最小的是120磅 120磅应该够挺的 在你巅峰期 可能不一定够 但现在应该 够你恢复训练了 不是 现在也够 我巅峰期 也很早做到这么重 你看我们是要练这个吗 对 我们一会儿 我们现在这边 开始做热身了 好 那就开始起 我们的小萝卜教练 来带我练胸 我自己觉得练胸 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热身 就前面不是着急 我们在做前期的热身的时候 除了我们关节 也要活动度 不需要去打开了 对 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让我们胸部的这个 入脊感这样长到 有很多人一直找不到你的胸 然后就盲目推大胸量 对 那会发现 全部都是其他地方建立 对 然后就感觉推得很重 但胸部也很不伸张 嗯 训练节的又热身没有 好 那请教练带我做一下 热身 一般会用 弹力再会多一点 今天的话就先试一下 好 发现花了15分钟 到20分钟 这个活动度非常好 激活一下我们的背部锅 它包括我们这个 它我们的成锅 对 是 对 给亚迪 然后瓶是练亚银 都说之后还是道理 亚银多 那我们就先就不做到 我们还是穿下 穿你出去开始 我一切听教练 对 这样我就可以上 稍微大几个重量 往上的时候将你的小股指 往上去 就是这样子 拉伸的手 拉伸的手是这样子 好 伸起 上 伸起 排队 当然很好 这个胸部 马上就写写冲进来 2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 今天要是到这里 这么高 现在是两指半 最后要是到三指半 如果推很多 大概推个8个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进行我们第三步 就是要适应重量 刚才胸部已经开始热开了 然后关节也拨动都已经打开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 适应到我们自己的阵线 你今天会做到几个动作 我一般练球动作很少 但我喜欢的是 专注在每个手动 在我看来 因为胸部它其实很简单 适应 我们推很高很高的容量 我以前也曾经试过 推过很高的容量 但还不如说 我们把这个训练质量 要提升一点 很多人认为强度就是训练容量 质量 强度是跟容量 跟我们的训练重量和质量 三个都相关联系 目标是做八字的动作 如果觉得轻松就加 在教练面前最好是不要讲轻松点吧 你是个老教练 哈哈哈 昨天有聊到萝卜 小萝卜一堂教练课的 是多少钱 三千 三千块 各位 价值三千块 教练课 这个叫有价武士 我们把价格标到什么 为了让自己上课 肯定是一堆人找你上课的 等我了 死心 很厉害 非常非常稳 你注意这个曲面的这一堆 是很扎实的 而且你能看到 它手是造一个内发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 屏幕的中间刺激就更好 这一堆人 好 这一堆还是个 检验我们的精神力 让我们能力量的时候 做大重量的时候 需要一点 精神器来做 来 用力的抬开我吧 Let's go 可以可以 你动 没法 没法 你可以 宣传 别人 再一堆 有点 然后做上胸有一点 很多人练不出上胸的原因 是因为肩甲五夹的态度 只要让我们肩甲保持中立位 去推上胸 而不是要这样子 因为如果做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摸下我胸 我们把肩甲五夹态度的话 我就刺激身 胸有说错吗也有 但是很难刺激到尤其是上胸 非常难刺激到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 肩甲保持中立位然后再去推 肩甲保持中立位 所以尽可能让我们肩甲保持中立位 周图过程中呢 专注的压力放在我们的大拇指里面上 这个技巧很重要 压力放在哪边大拇指那个位置 有很多人即使练很大 重要上胸也会上 原因就是有时候一直过分去停你的腰轰 过程是你胸锥了 还有容易原因就是肩甲甲太轻 然后让我们这个上胸 指中指的拉伸状态 拉长状态但没办法做 五个 五 再来一个 漂亮 现在这块是四个招杯 你看 现在已经是三个招杯了 还差半个招杯 两个多个做完已经三个招杯了 我自己冲完选择四个招杯吧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 成果价格价格 我们这个脚步要稍微下水 如果人喜欢往前 正做的话我们希望自己是从这里 直到这边 所以整个生活都需要注意到 往远处去走 往远处去走 收割 对了 我们在挤压的时候 往远处去 对了很好 对 全是胸 用到 我就收割 再我们要拉伸头去 拉伸拉伸 好 5 4 再多一点 3 再多一点 2 1 好 收割 好 5 4 好 往前推 对了 5 用力 直 4 3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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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下来吧 你看一下明显 我们下边 灶杯进去 马上 马上又渡快四折了 很多人认为做全程会很累 其实当我们在渡完这个全程以后 再渡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做半程会更累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收尾动作 然后收尾动作的话 我们是直接来一起做促鲁 刚才我们做了很多拉伸的动作 刚才的动作 现在我们都要来做促鲁 将我们的促鲁 往前推靠 身体是一个下肩的动作 然后呢 将我们身体是一个期望 30秒钟 然后呢 推着头 拉到边上 然后往前走 越过胸的这个地方 就当你手臂 没有打直的时候 胸部已经收到极限了 所以摸我的这个胸部 摸的话我胸 他就自己已经收货了 看到没有 他已经更紧了 嗨 nice Let's go 你结婚了 对了 我们所有做15个 手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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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打开 走 4 3 2 走 1 漂亮 哦 穿过这条线 走的多一点 不计 不计 对了 很好 好 接受促鲁 好 总共20个5个是5秒离心下去 后面的5个3秒离心下去 最后10个就是正常的 然后一共是20个 5秒离心速度 5 3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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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6 5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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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重点 二 这重点 不够不够 啊 一 漂亮 OK 漂亮 我还记得今天这个 谢谢教练 看一下 要接近四指了 对 接近了 接近四指 你都测没看 接近四指 现在这个胸 一斤的王马上要回来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相当好 而且我不太需要说什么 直接看我的身就知道了 我觉得你身体 功能 条件 今天力量 都没有能力 是 当你自己精神放弃你的那一刻 就彻底放弃了 但当你自己觉得你能够 去挑战的时候 我去学习的状态 对 我一直在强调 包括给我的粉丝 包括给我的同龄人 是 包括我的员工说 我觉得这里要强 那他们不懂什么意思 但你一旦达到过那么高的强度 你应该就知道 这个代表什么 我会遇到的状况 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 这时候很多专业教练 就是不管是不是在训练部分 可以帮助到 当然精神部分 更可以 在尽量的区别人都会遇到的